大家好,我是艾迪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我分享了如何调整白平衡的小技巧 在基本面板当中 还有很多重要的参数需要设置 后期时将近80%的调整 其实都集中在了基本面板当中 用对了这些设置 可以让照片立刻看上去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在使用Light Tone后期照片的时候 到底应该从哪开始 在调色之前都应该做些什么 打开Light Tone进入修改照片界面之后 你会发现基本设置面板 位于整个界面的最上方 可见它不仅仅是后期流程当中 要做的第一步 更是一张照片的基础工程 在基本面板当中 我们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 调整白平衡 第二 修正照片的曝光 也就是色调部分 第三 就是对照片进行 个性化处理的偏好设置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如果只在基本面板当中调整 可以玩出什么花样 我使用的是Light Tone Classic 9.2版 在后期时 我会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调整 首先是白平衡的调整 这里我就快速的校正一下白平衡 详细的设置方法可以进我的频道 查看白平衡设置小技巧的那一期 来了解操作的细节 在色调设置中的六个数值 都是用来修正照片的曝光度的 照片中任何过曝 欠曝的现象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 在设置每一项数值的时候 相信大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到底该设置多少才是正确的曝光 因为每张照片的情况都不一样 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参数设置 所以在调整有关曝光度的时候 通过界面上方的直方图曲线 来观察设置是否合理 不了解直方图不要紧 在这里可以打开高光和阴影剪切功能 这样在调整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直接看照片的高光和阴影变化 红色部分过多就说明这个区域的曝光过度了 而蓝色太多就可以说明这个区域太暗了 当照片的曝光不正确的时候 可以通过调整曝光度数值 来拉回到正确的曝光 曝光度数值对照片的中间调影响最大 也就是直方图的中间部分 当然它也会轻度影响到高光和阴影 所以说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达到正确的曝光是十分重要的 通常一张正确的曝光下的照片 不需要过多的调整曝光度 因为在后期过度的增加曝光度 会带来更多的噪点 对比度设置用来增加照片当中 亮部和暗部之间的差距 意思就是让暗的部分更暗 亮的部分更亮 或者减少对比度 可以让暗的部分亮一些 而亮的部分暗下来 缩小亮部与暗部之间的差距 增加对比度还会影响另外一个效果 由于亮部和暗部之间多了更多的细节 所以也会让照片看上去更生动 就好像增加了饱和度似的 高光的设置是我平时使用最多的 城市风光照片当中 高光部分有很多 例如夜晚的灯 太阳直射玻璃时候的光线 都会比正常的曝光要亮很多 通过这个设置 可以增加或者减少照片当中 高光部分的曝光度 恢复一部分细节 阴影部分的调整 在城市风光当中非常的好用 提高阴影部分的曝光 可以让那些没有被光照到的地方 可以被看得更清楚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也可以让照片里有更多的内容显现出来 白色色阶和黑色色阶的原理 和高光阴影的设置非常的类似 但是区别在于白色和黑色色阶 对亮部和暗部的调整范围相比来讲更大 从直方图当中就可以看到 当调整白色和黑色色阶的时候 直方图中的曲线的波动 相对高光和阴影调整时要更大 除了配合直方图之外 在调整白色和黑色色阶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来帮我们判断 是否调整过度了 在拖动滑轨的同时 按下键盘上的Option键 PC电脑的Alt键 屏幕会变成黑色或者是白色 而过亮和过暗的部分就会随着 拖动竖直显现出来 经过白平衡和色调调整之后 一张照片的基本色彩就还原出来了 正确的曝光可以让照片 恢复本该有的细节和立体感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可就完全没有参考标准了 全都看个人的喜好来定 任何过度的调整都会让照片看上去很不自然 比较的假 在偏好当中的纹理设置可以增加照片当中的细节 在这张照片当中建筑上面的细节非常的多 很适合使用纹理来体现细节 但是别忘了在增加建筑纹理的同时 天空的纹理也在增加 特别是建筑与天空的衔接之处会出现断层的现象 所以在提升纹理的同时 可以通过边缘来查看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清晰度的调整和对比度十分的相似 可以把这个设置看作是对比度的微调版本 通过改变亮部和暗部之间的过度 让照片当中的细节轮廓更加清晰 在城市风光当中可以通过向右拖动清晰度 来增加建筑纹理和形状 但是人像照片可就要注意了 这可是放大皮肤瑕疵的罪魁祸首 千万要向左移动减少清晰度来实现柔胶的效果 去朦胧功能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除 因为逆光拍摄时所产生的晕光 或者是阴天时的雾 让照片多一些层次感 也可以很有效的去除雾霾 反向调整就可以增加迷雾的效果 鲜艳度和饱和度这两个设置 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 它们的区别在于鲜艳度控制的是 照片当中有颜色的部分 而饱和度控制的是全部颜色 当我把鲜艳度调整到最左的时候 你会发现照片仍然有一小部分的颜色存在 而饱和度设置如果拖到最左的话 照片就会完全变成一张黑白照片 在某种程度上鲜艳度要比饱和度更实用一些 看上去呢也不会特别的不自然 通过这些设置 一张照片基本上就修出来了 就这样直接导出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 只要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啊 该对焦的都拍清楚了 曝光没有相差特别的远 在后期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基本设置拯救回来 怎么样 是不是对废片有了全新的认识 快去把之前没有信心修的那些照片 再找出来试试吧 便费为宝就是这么简单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